昨天10月10号 约中午12点 一名80多岁的老夫 开车在霹雳宾如港太子路 往新村方向行驶时 已为了在十字路口 闪避其他车辆 结果失控照获 老夫的车子冲破路口处 豪华路路牌的路间 跨越过一公尺宽的水沟 随后撞破了脚头间的神料店的里巴 最终是冲进了店门口 透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车头是严重损毁 而放置在店门口的部分神料片 也遭到破坏 但幸运的是 事故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神料店负责人指出 事发时他和员工 听到店外头传来聚响 走出去一看 吓了一大跳 并立即上检查看老夫的情况 索性对方只是受到惊吓 没有受伤 后来老夫的家人赶紧现场后 将他带到医院接受检查 这神料店的孙世金呢 负责人就说暂时还不清楚 但他相信啊 数额不大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 远美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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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